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再做一个软件视频 首先说大家看 我今天在这个开安中空上看到一篇新闻 什么新闻 大家看着标题 号称比库洛姆快400倍 Avast推出全新的安全浏览器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关于浏览器的新闻 对吧 你说它是安全浏览器 这个我信 你说比这个库洛姆快400倍 这个我怎么着也是不信 最近其实这个大请看 近日这个Facebook出了这个泄露隐私的事件 让扎克伯格也是去这个国会开听众会道歉 其实这个网络安全问题又提到了日程上来 既然如果说咱们有这么一款 大请看 这么安全的浏览器 而且它非常的快速 我想今天咱们做到视频 把这浏览器咱们装一下 看看这个到底快不快 到底安不安全 这是我这个今天视频的计划 好那咱们说干就干 这个浏览器叫什么 大家请看 就叫这个 Avast Secure Browser 咱们今天就下载安装一下 我看看这浏览器到底快不快 好咱们试试 够 我搜索一下 这个是 应该就是第一个 对吧 Avast Secure 这个是日文版 稍等 它应该是有中文版 我看看 这个地方可以选择 语言 大家请看 它是全世界什么语言都支持 还真的就不错 咱选择这个中文吗 对不对 而且还有这个繁体中文 非常不错 咱们看看 有家庭版 还有企业版 家庭版 我想这是Ultra 这是高级版 网络安全 还带杀毒软件 这个有点像 360 6.7是吧 有点像 咱们先看看 保密快速 有安全 然后安全专家 为您做保护隐私的设计 6.7 OK OK 这都没有问题 全面掌控 它主要打的是安全模式 你看还有银行模式 Bank Mode 这个是防止黑客看到您的输入密码 保证您的安全 它怎么保证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因为黑客 它怎么侵入 你都不知道 怎么会能保证这用户密码呢 只能说是保证 您在本地所存储的这些个密码 有这可能性 然后如果还不够 还提供这个 大家请看 它还能提供视频下载功能 保存流媒体 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 咱们试试啊 一会儿 不行 咱们来YouTube看 咱们能下载啊 系统要求 Windows 10 然后是8.1 8或7 Windows 7是不支持的吗 稍等 我看点了什么了 它不支持了吗 对吧 然后呢 咱可以免费下载 是免费的 是不是免费的 不知道 咱们试试啊 我现在点下载 咱们下载一个 Go 差不多了 什么差不多了 正在下载 干嘛 正在下载 OK 它这做的还行啊 吓我一跳 这个大箭头 我还以为 出病毒了呢 大型 这个文件并不大 只有2.5兆 那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给咱说说 这个安装方法 运行WAS的进行安装 然后确认安装 选试 然后按照说明器 安装 OK 那今天咱们试一下 我做这个视频 就是为了 咱们一起来安装一下 这个流氧器 正好我这个本机没有 看看有多安全 如果真安全的话 咱们拿它替换 库隆 不过 替换不了 库隆 库隆 毕竟是非常的成熟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试试 因为你说 相信一个第三方 浏览器 不如相信Google 对不对 好 咱们看 因为我是在这个 虚拟机中安装 咱们看看 速度怎么样 目前 目前我是点了 这个 确定了 但是好像 这个安装进程 正在启动 OK 我看 Security 停剪辑 接受 并且安装 来同意它的协议 OK 咱们同意一下 Go 咱们不可能说 一律 他把库隆 给我关掉了 大家请看 太霸道了 因为是这样 就是说我在 尝试新软件的时候 我不会说 直接在我的本机安装 一般我都在那虚拟机中 安装 给它使熟了 确认没问题之后 我在 在我这个本机 因为我本机 这个host的这个主机 几乎什么都不装 对吧 一般就装一个 这个Oracle这个虚拟机 再装一个steam 平时玩游戏 什么就完了 其他软件 我几乎都不装 我就怕出现 这个第三方病毒 或者叫马路爱 这种流氓软件 广告软件 非常不好 所以我本机 几乎不装东西 但是虚拟机 无所谓了 咱随便装 随便尝试都可以 今天咱们这个流氧器 如果要好 我在本机就装一个 我先看看它安不安全 主要是看它 速度快不快 你说比Chrome还快 还真有点不相信 希望它快 就算它快 比如说现在Chrome 还支持很多的 这个HTML5 这个PWA 你支不支持 这都是事儿 对吧 一般来说 Chrome真的是领先 这个整个流氧器 在这技术 这个前沿 在这个巅峰上 这个绝对没问题 因为最近 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你能不能做一个 这个PWA的视频 PWA现在支持 它流氧器 一个是Chrome 一个是Fireforce 然后这个 微软的Edge 有可能会支持 让Suffer里不支持 IE不支持 所以说 PWA的视频 我做不做 现在还有点犹豫 不过今后 我准备做 我这个教学视频之一 我想涉及到 各种各样的技术 咱们都尝试一下 好 我这说了很多 还是没装完 下载才2点 2.5兆 3兆 借我装了 看那么长时间 好 那咱们就稍微等一会吧 以后不行 我做这个软件的 这个视频的话 我背后放点音乐 行不行 不行 放音乐的话 在这YouTube上 是有版权的 是不能够播放的 它在安装吗 我看看 好 应该是在安装 那咱们稍微等一会吧 因为我 大家请看 我这桌面 我这桌面上面 有一个回收箱 这个没说的 然后这个铺体 这个是连以前 服务器 因为我在做 Postal Grace 教学视频的时候 一般需要连到 我的测试服务器 然后这个骷髅 我没说 这是我平时 在这个虚拟机中要用 这个是VideoStudio 这个Code 这个是为大家 做课件的时候 经常用到这个软件 对不对 没说的 这个是Github 因为我的很多的 我自己开发的一些 开讯程序 都会放到Github上 这个一般我不放到 开讯中国 我的课件一般 会放到开讯中国 我自己做的软件 什么的 会放到Github 然后还有上次 装的 这叫什么 LibreOffice 这个我装完之后 最近还没怎么用 有机会吧 可能我做设计文档的时候 简单的用一下 大家注意看 是不是我这个系统出问题了 怎么还没有装完 我看一下这个 进程的占用 还是不是我这个CPU不够 看一下我CPU排下序 不对 这个应该是这个排序 我看一下 现在是 没占 没占什么内存 这号称浏览器 这安装都不行 我看 我把它选 选成一个详细模式 应该有一个对吧 go to detail 然后CPU排序 都空着 没用CPU 那这个队远器 它在干什么 大家看到了没有 如果这队远器 我如果是 如果是安装失败的话 说明什么 说明我不在本地 安装就对了 在虚拟机中 咱们尝试一下 我再简单等一等 如果说 它还没有 安装 完的话 可能就是 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那说明这个软件 咱们不可用 换句话说 它比较挑环境 这样说的话 可能 也达到了 我尝试的目的 就算失败 也是咱们尝试的 结果之一 对不对 咱们再等一会儿 如果它实在 还没装完的话 那咱们就 就认为这个软件 不可用 我今后也不会再用它 但是希望它能够 给点力 装完 现在不就还差这么点 对不对 它进程应该是 这个对吧 应该是这个进程 这个进程 现在根本没占CPU 那它在干什么 奇怪 再稍微等一会儿吧 如果大家请看 这出现这么多个复制进程 看来它还是在工作 这个能相信吗 我都有点怀疑了 因为我本机这个 杀毒软件装的是 它不会把杀毒软件 给我装了 大家请看 我本机这个杀毒软件 用的是微软的这个吗 杀毒软件 我感觉还是挺好使的 所以我一直都用微软的 包括我公司的这个电脑 用都是微软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如果有病毒的话 它应该报警 大家请看 这个进程 进程数还在增加 真的没问题吗 我可有点犹豫 第一次尝试 所以说以后 你要是尝试什么新软件 一定不要马上安装 一定要找虚拟机 在虚拟机中 确实确认这个通过测试 没有问题的话 再在本机安装 否则的话 像这种问题 咱们在本机上 如果安装失败的话 如果在本机安装的话 会增加很多垃圾文件 对不对 我真的就怕这种东西 我现在 大家请看 我点插都插不掉 只能等着它 那就再等它一下吧 我看 再等它两到三分钟 如果真不行的话 我估计不会有软件 装这么长时间 所以我得想办法 看看该怎么办 我看它这个 打起来 我的鼠标 打起来 正在旋转 什么正在处理 桌面上多了个图标 原来如此 我的个娘 好 感觉就像病毒 装完了 这个是我库罗姆上面的 几个书签 它居然能带过来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推荐这个快速设置 咱们快速设置 没问题 这怎么是英文 不是中文了 够 快速设置 就完了 然后这是干什么的 安全中心 看起来好像是挺安全的 这不跟库罗姆一样吗 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 我进我的官网 然后是不是翻译 我选择这个 不翻译 消失了 经常做 然后选择是不翻译 never 还可以 比如说咱们访问一个 这个 雅虎 试试 雅虎美国 您觉得快吗 我感觉没多快 而且感觉 这是不是基于 库罗姆那盒的 我看看 帮助 然后是 我看 有没有about 这有个支持中心 这是进他的网站了 我看看 有没有about之类的 帮助 第一是about 哎呀 大家请看 这不就是库罗姆吗 完全一样 你听说跟库罗姆有什么区别 使用的一个UI 几乎就是完全一样 但是他说他安全 我看看他哪安全 比如说咱把这个打开 大家请看 这是他的一些安全的设定 大家请看 银行模式 这是杀毒软件 这个是安全VPN 咱们国内 是不是能用这个VPN去出 去出去转转 去翻墙 说不定 这是指纹识别 安全模式 然后这是自动跟踪 这是什么意思 Fishing 这个Fishing不该这么写吧 这个不知道 这是 大型 还能够 还能够这个 ADBlock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这个相当于这个 我用库隆里面ADBlock 因为用ADBlock 咱就不显示广告 对不对 很烦吗 然后HTPS加密 密码管理 这是扩展的向导 扩展的这个卫视 然后是个人的清理 个人数据清理 然后这个Flash的Block 不显示Flash 您别说还真就都不错 比如说我试试 这个银行模式 咱们看看 他会去 这需要单独下载 他的这个杀毒软件 它是一个套装 是吧 那我还先不装了 我现在银行模式 它怎么让我下来 这个Anti-Will 我稍等 大家咱试这个VPN 怎么也是这样装 这个杀毒软件 看来这些个软件 这两个银行模式 还有这个VPN 安全VPN 都是这个杀毒软件 附带的功能 相当于是说 对吧 原来如此 不过感觉速度的话 我先点点Yahoo新闻 看看怎么样 我先访问的是 这个日文网站 感觉一般 是吧 看特朗普 今天又说什么了 特朗普好像 这个中美贸易 好像首战 特朗普胜了 因为咱们这个习主席 在这波澳论谈 确实是 有点腐软 就这么种感觉 但是咱们 默谈国事 默谈国事 不知道 好吧 今天大概给您 演示了一下 这个叫做 Avasa Secure Browser 大概的使用安装 感觉安装过程 稍微有点惊心弄破 为什么 差点没装上 这个感觉 其实是在这个屏幕 这个冻结了好长时间 不过感觉 速度还可以 而且这个UI 跟这个Chrome 小脑我再开Chrome 感觉差不多是吧 没看出有什么 太大的区别来 它就是一个Chrome 大家看 感觉像不像 这个UITag 也是一样 这个下拉框 也是一样 然后这里面的内容 也差不多 我选项 几乎就是一样 我感觉 反正愿意使 这个滤板器 如果觉得这个滤板器 安全的朋友 也可以使这个滤板器 但是 它像这个PWA 包括一些插件 支持的好不好 这个还真的就不好说 因为Chrome 毕竟是相对比较成熟 如果可能的话 我觉得 作为我个人来说 还是愿意使用Chrome 我看看 它有没有插件功能 没有 没有插件功能 还是说 我没有找到 这有语言 这我看能不能 把它变成这个 间铁中文 这个地方 因为咱们刚才在网站中 是可以显示中文的 那咱们在这地方 应该也能够加入中文 比如这个 加了一下 最大话 咱们看 加上了 然后咱们选择这个中文 没问题 怎么选择中文 看它就是说 这是显示中文字体 比如说吧 我上个百度 再试一下咱们 显示中文没有问题吗 新闻 反正速度号称 T有400%的话 是有点吹 但是感觉 跟Chrome 应该是说不相上下 但是如果 它的安全性 真的比Chrome好的话 那咱们干嘛不用呢 但是我也相信 如果它真的安全的话 Google肯定会把 这个安全的功能 借鉴到Chrome里面去 所以说 作为您使用一个参考 反正今后 我还是会用Chrome 好吧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后我会像这种 不定期的 做一些个软件视频 分享给大家 也希望您能够 实际关注我的视频 好 那咱们在 接下来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